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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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娟娟决定要和小林见一面 在看守所里 法官见到了小林 她替着个平头 已经离开学校好几个星期了 言谈举止中显得十分沮丧 小林谈得最多的就是学习 赵娟娟了解到 小林在涉嫌犯罪之前 算是个表现不错的学生 也没有逃学旷课 打架斗殴之类的不良行为 那小林到底是怎么就实施了抢劫呢 事情还要回到2021年9月21日 这一天是中秋节 凌晨一点多 一名女子报警 说她刚遭遇了抢劫 警察赶往现场后 发现女子受到了惊吓 显得很紧张 女子情绪稳定下来又说 她没被抢走什么东西 女子叫阿红 外地人 她是来温县见男朋友的 事发前刚下火车 从调取的监控画面能看到 9月21日零点过后 阿红搭车到县里 之后她在路边下车等待男友 阿红说 差不多凌晨一点 有名男子突然从她身后出现 还拿刀架着她脖子 让她把钱掏出来 她吓得大声呼救 结果对方就跑了 她惊魂未定地过了好几分钟 报了警 警方调取事发地附近监控 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 因为夜深了 在那个时间断遣后 只有这名男子的身影 1点05分 这名黑衣男子出现在事发地附近 1点09分 她骑着电动车离开 而抢劫就发生在这几分钟里 整个放弃过程非常短 大概就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不到 继续排查 男子案发前骑行的一些监控画面 也陆续找到 比对后 警察最终发现了 这名男子的清晰图片 调取资料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男子叫小林 出生于2005年 刚满16岁 中秋节凌晨罚案 警方用几个小时的时间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小林 之后 电衣警察找到了小林家 在她家同时发现了作案室 她骑行的电动车 看见警察找上门 小林还显得十分意外 自从到案后 小林的认罪态度一直比较好 对抢劫的事业承认 让赵娟娟最难理解的 还是小林说的犯罪动机 学习压力太大 想通过这种抢劫行为 寻求一种刺激 赵娟娟自己也有孩子 在上小学 对于小林这样年龄的高中生 赵娟娟不太了解 高中生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们面临什么压力 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除了与小林交谈 赵娟娟又向小林的父母 学校老师进行了多方了解 她想还原小林方案前后的 真实想法 小林就读于一所寄宿制中学 一周只回家一天 小林的成绩原本中等偏上 但就在事发前一个月 她得了一场感冒 请了一星期假 等到返校后 小林感觉到 自己的学业明显跟不上了 根据这次成绩 学校又调整了分班 更换了班主任老师 这些都让小林觉得适应不了 一连几天心情很糟糕 但也不知道能找谁倾诉苦恼 中秋节前学校放假 小林也就回到了家 夜深了 小林正觉得烦闷 忽然间想起白天听到的一句话 小林的内心像有把火在烧 躺下来也睡不着 坐立不安 半是好奇半是冲动 她最后决定上街看看 就这样 小林从家里拿了把美工刀 骑车出门了 我就想着 我也就吓不他 不想的东西 也不伤害他 就关键家里就行了 小林骑车到县城兜了几圈 之后看到独自一人的阿红 也没多想就拿刀上前了 满脑子想的是 听人说的那种刺激的感觉 等到阿红叫喊起来 小林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不是闹着玩的 小林回家后一整晚没睡着 原本焦虑的情绪 非但没有被缓解 反而更乱了 直到几小时后被警方抓获 详细了解案件的情况后 法官认为小林没撒谎 虽然寻求刺激这样的原因 听着还是有些可笑 但小林应该就是一时冲动 犯下了这个错误 我也跟小林聊过 她说确实当时自己非常紧张 也很恐惧 包括这个事实犯罪之前 她说就找到家里的酒 喝了一些酒 小林涉嫌抢劫的事实已经明晰 按照刑法的规定 抢劫至少要被判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小林是未成年人 这次抢劫又属于犯罪未遂 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但即便如此 最终小林仍可能面临 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在看守所里 小林多次表示很后悔 怪自己把整件事想得太简单 她哪知道一个深夜无知的决定 很可能就把她的未来给毁了 心里边是有一定焦虑的 第一时间会见的时候 谈论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学习 学业和将来自己的前途 也希望抢劫法庭 给予最轻的处罚 一面是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 一面是案件中的事实与证据 法官要怎么处理呢 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第四条规定 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第113条规定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涉罪 司法机关坚持的原则 处理的程序都不同 这被有些人误读为是放纵 其实法律规定主要是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生理 心理特点出发考虑的 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 适合我过国情的 因为我们看如果成年人 违反法律 肯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成年人 采取了另一种路径 因为他的价值观 还没有完全形成 那他的情绪 他的控制自己的能力 都还有欠缺 所以说如果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对别人造成了侵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明 到底怎么样做 能够让他改变 然后又保障他未来 再继续去发展 赵娟娟是温县法院 少年法庭负责人 有着丰富的 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 他清楚 未成年人因为身心发展 还不成熟 比较容易冲动 小林就是这样的典型 她在一时脑热的情况下 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根本没有意识到 可能面临怎样的法律处罚 小林缺乏明确的法律意识 对事物的发展也缺乏明确的预判性 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老师带领的团队 做过相应的研究 他们曾深入了解一些未成年服刑人员的成长经历 发现很多犯罪行为都是由不良行为逐步发展而来 未成年人犯罪跟家庭监护缺失 学校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大的原因 不是在于她自身 而是在于她的家庭 或者是她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责任不能完全让她承担 在处理小林的案件中 赵娟娟也看到了家庭教育的缺失 案件发生后赵娟娟就和小林的父母聊过 在小林母亲眼里 小林本来性格就比较内向 话很少 小林上高中后 他们也不知道能和孩子聊些什么 做家长的 只想着在生活上照顾好孩子 让孩子安心学习 对孩子面临的压力其实一无所知 有时候见两岸爹 二岸爹现在除了学生 他们太难用手 案发之前 小林的消极情绪至少持续了半个来月 父母没有察觉 中秋节前夜 小林父母早早就睡了 哪能想到一腔之隔的小林在偷偷喝酒 午夜后更是骑车出门实施了抢劫 可以想见 如果在案发前 小林和父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模式 在案发那个夜晚 小林父母能更关注关心孩子 事情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家庭对孩子来说更应该是生命教育 绝对不是成绩的培养 它一定是生命教育 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 他所需要的坚韧 善良 真诚以及豁达 这些都是需要父母 甚至爷爷奶奶来给予孩子的 夜深了 县城进入了安静 白天小林涉嫌抢劫一案已经开庭 晚上加班的赵娟娟还在思考 她想到了几年前处理过的一个案件 想到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小强 2017年 赵娟娟第一次见到小强 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他要比同龄的孩子看起来 瘦小的许多 他看起来很小 就是和他的这个实际年龄不太相复 看着孩子就是感觉让人非常心疼 小强老家在重庆 他是一名先天性聋哑人 从外表看小强文弱秀气 但是与此同时 放在法官桌边的已经是厚厚一答案卷 小强之前曾因犯盗窃 被他们重庆当地的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还以同样的合本案同样的盗窃方式 被洛阳抹去的人民法院判处 举议三个月的刑法 小强参与的是一起团伙盗窃案 他和几个同伴一路砸车偷情 在温县砸了一辆私家车后座玻璃 还偷走了车里的七千多元 温县盗窃案发后 小强又在洛阳涉案被抓 拘役期满后 温县的刑警将小强带回了温县 对其进行刑事拘留 在查看案卷的时候 这样一份情况说明 引起了赵娟娟的注意 原来小强涉案之后 洛阳警方曾多次通知小强的父亲 去一趟配合工作 但是小强家人自始至终没有露过面 但是小强的父亲均表示 不愿意配合司法机关的这种侦查 以及询问 所以当时是有司法机关上 这种其他未成年保护代表到场 小强的父母亲人 为什么不来看望小强呢 法官来到看守所 和小强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交谈 因为小强是聋哑人 赵娟娟和小强就靠书写来交流 小强写下了他内心的苦楚 原来小强出生后不久 父母就离异了 他跟着父亲生活 对于妈妈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后来小强父亲再婚 加之出外打工 父子之间的沟通变得很少 在学校里小强也很难融入 小学毕业后就没再继续上学了 直到认识了几个同为聋哑人的朋友 小强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和理解 不可避免小强和这些朋友越走越近 开始跟着做一些偷摸的事情 之前父亲也多次去找他 每次找到找回来之后 在家里没有多长时间 小强就又会再次流浪到社会 在外流浪 抱一顿鸡一顿 但和同伴一起 小强的内心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们一路到了河南 开始砸车窗偷东西 他也知道没人管他 他就是好像就是感觉在哪里都一样 也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就是总是跟着其他的人 龙亚人在外面 小强涉案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他构成了盗窃 因为他不满18周岁 而且是龙亚人 依法应该从轻处罚 事实不复杂 但是开庭前 法官更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赵娟娟敏锐地意识到 在小强的方案过程中 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 小强的父亲或许也有难处 但是他必须要肩负起 教育小强的首要责任 法律能对小强予以处罚 但是等到刑满释放后 小强要去哪儿 他又能去哪儿 他会不会还和那些同伴们在一起 赵娟娟觉得 必须要联系上小强的父亲 娟总理没有小强父亲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通过最原始的 寻找他的这个户籍地址 给小强的父亲 邮寄案件手续 并且给小强的父亲写信 小强爸爸你好 小强是个挺乖的孩子 你千万不能放弃 他需要更多的关爱和鼓励 赵娟娟给小强父亲写下了第一封信 寄出后 他充满希望等待着回信 每天上班都会去传达室看看 有没有来自重庆的信 一周 两周 要无音信 赵娟娟没有放弃 他又写下了第二封信 仍旧是毫无音信 眼看着开庭的日子要到了 赵娟娟给小强父亲写了第三封信 这次他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的电话 正是小强父亲打来的 表示说听从法官的建议 不放弃孩子 等到这个刑满释放的时候 会亲自来文献接小强回家 开庭前 赵娟娟给小强写了这样一封信 小强你好 我是你案件的承办法官 通过查阅案件材料 我发现你并不是一个本质不好的孩子 但因为你有不劳而获的念头 所以你才一再地犯错 你父亲一再给我说 要我一定给你带话 告诉你他是爱你的 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你 即使身体有残疾 我们依然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自立自强 相信自己 你父亲说了 等你出来的那天 他会亲自来接你 开庭那天 赵娟娟再次看到小强 他明显感觉到 小强的状态和以往不一样了 赵娟娟知道 那是因为小强看到了希望 小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刑满释放前 小强的父亲辗转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车 赶到了温县 赵娟娟告诉小强父亲 要想切断小强和那些不良朋友的联系 家人必须多关心小强 让小强在家庭里感受到温暖 他的父亲当时就对我说 让孩子要学一门技术 就以后孩子就是能有一个 你通过这门技术能很好的 这个养活他自己 养活他自己以后的家庭 小强和他的父亲 踏上了回重庆的车 走之前父子俩再三道谢 小强还主动鞠了一个宫 后来赵娟娟还和小强的父亲 打过好几次电话 得知小强回家后找了一份工作 和家人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夜更深了 赵娟娟的思绪被拉回 从小强到小林 他接触了很多类似的罪错未成年人 他知道法锤落下 对未成年人会做出处罚 但与此同时也要给他们以新的希望 要对小林判处怎样的刑罚呢 赵娟娟做了决定 结合本案小林的这种犯罪行为情节 后果以及这个小林平时的一贯表现 最终对小林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2021年12月 法院最终对小林处以缓刑 做出这个决定 首先是因为被害人阿红 在庭审阶段出去了谅解书 其次根据评估 小林的再犯风险低 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而且如果被判缓刑 小林就能尽快返回校园了 而这是她最大的冤枉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后 她能够回归社会 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 这个其实是对社会利益的最大的保护 从长远来看 只有他们真正能够回归社会 这个社会才能够长久稳定 12月21日 冬至 一年中白昼最短 黑夜最长的日子 赵娟娟特意早早去了看守所等着 这天小林即将迈出看守所 看到小林黑了瘦了 赵娟娟细心地替她整理好衣领 大门口 小林的父亲也在等着 之后父子俩来到法院 心理咨询师对小林进行了心理疏导 走之前 赵娟娟语重心长地告诉小林 现在的她也处在人生中的冬至 犯了错就需要接受惩罚 但是黑夜会过去 黎明会到来 她鼓励小林一定要正视错误 改过自新 但是小林的复学之路并不那么顺利 原来的中学已经不愿意再接受她了 当时我们也是积极地和她的学校的班主任 以及学校的这个校长进行了沟通 就是为小林的生育副学争取 赵娟娟告诉学校校长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这其实也是对未成年人特殊的保护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 公安部也出了新的规定 我们要给符合规定的 未成年人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样为她以后找到工作 自食其力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既然小林本人有强烈的意愿 想继续上学 学校为什么不能给她一次机会呢 在法官的耐心释法和沟通之后 学校最终同意小林复学 小林也重新迈入了校园 为大家带来 今年宋马基校园的第一课 今天我主讲的主题主要是 小林重回校园 法官赵娟娟也走进了当地一所中学 给高中生们带来了一堂法制课 也是接触小林之后 赵娟娟了解到 高中生普遍面临的学业压力大 学校老师也更重视成绩 课外活动少 有些时候 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培养被忽略 高中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校园里度过的 如果只要求学生的父母担其责任 并不现实 其实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 有近两万名未成年人提出了意见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是防止校园欺凌 一个就是要减轻学生负担 未成年人提出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生活中里头 学习负担过中 超前超量开展学习 挤压了他正常的休息娱乐 还有体育锻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应该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的话 也是不堪其重 那么为此的话 我们在家庭保护还有学校保护里头 都做出了这个有针对性的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学校保护的专章里明确要求 学校应当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等 学校不能只看成绩分数至上 这已经逐渐成为共识 各地都在进行相应的探索 在北京市海淀季读学校 专门的住校社工已经提供服务7年多了 通过开展个案辅导团体辅导 社工们倾听陪伴 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 其中有一个概念叫抗逆力的培育 就孩子遇到逆境之后 他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比如说他向内谴责 向内谴责他就会自杀 然后自残 如果向外的这种反应 他就伤人 他就去伤害别人 然后这些都是他遭受了逆境 那么遭受逆境 他一定要伤害别人 他一定要自残 他其实不会 他有可能他就能解决 他抗击逆境的这种 像我们像补导翁一样 他打他一下他就站起来了 他怎么才能站起来 他需要培育 这个培育除了家长以外 他也需要学校去做大量的工作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每一个家庭的努力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这也是法官们的共同感受 这天 法官们根据各自审案的经验 开展了一次专题研讨 最终形成几点建议 包括加强学生减负政策实施的巡查监督 构建关爱女童防护网 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等 目前 这份建议已经转给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法院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从司法的角度提出改进和完善建议 即使人民法院履行职者的应有之一 也是依法延伸审判之能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又以生动体现 清晨六点多的操场 小林奔跑的步伐显得格外有力 回到校园后 她其实面临着新的烦恼 有些同学知道了她的涉案情况 有时会向她投来异样的目光 学习上也时常不能让人满意 背过的课文转眼就忘 但现在小林知道 遇到压力很正常 要选择合理的方式去疏解 小林在朝着未来奔跑 每一个脚步 镌刻了奋斗的模样 因为她记得法官告诉过她 要靠自己的努力 走出人生的黑暗 迎接阳光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